但中山區還是目前的熱區 已經從酒店、酒吧的群聚開始滲透到變成家庭的群聚 那今天是1209例 這大概是第一次破千 應該會繼續上升 因為除非那個R值是小一一 只要R值是大一的狀態下 它就會慢慢增加 當然這12行政區的數量 現在看起來這兩個禮拜都是中山區最多 當然一開始是所謂的八大行業 酒店、酒吧之類的 不過事實上從今天的數據看起來 它已經從酒店、酒吧已經擴散到社區進去了 所以開始出現家庭的案例 所以通常這種傳染 我們叫什麼?滲透性 或是說擴大性 它會從一個慢慢擴出去 OK 但中山區還是目前的熱區 那我剛才講過 已經從酒店、酒吧的群聚 開始滲透到變成家庭的群聚 那今天是1209例 這大概是第一次破千 應該會繼續上升 因為除非那個R值是小一 只要R值是大一的狀態下 它就會慢慢增加 只要增加速度快或慢 那當然台北市還是 一開始台北市的戰略就很清楚 我們要以最低的成本 特別是社會成本 來跟病毒共存 所以我也認為 就算是台北市 確診案例也會慢慢上升 只是我們現在戰略邏輯就是說 讓它不要上升太快 數量會繼續上升 但是到底會到每日都 封頂是每日會新增確診多少 現在很難預測 不過就在台北市的戰略上 我們的目標就是 讓它可以緩緩上升 不要太快 因為慢慢上升的時候 我們整個醫療體系 或社會體系都可以 適應得比較好 也絕對可以因為這樣降低死亡率 那也可以降低整個社會成本 所以這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案例數還是會上升 我估計還是會破萬 只是希望那個 一兩天要破萬 可以的話還是慢慢增加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不露接